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现在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堂会 房市变数多 工股行库业务目标难定 和库金董事长表示 今年房市应该还是维持去年量缩基调 究竟是价跌还是价稳还不知道 且房市变数多 去年和库土建容 房贷均有不错的成长 但是今年目标不敢定 因为位置数太多 他也表示最近建材成本有一点下来 但是缺工的问题还在 重点是土地价格还是很高 房价要大幅降价不容易 可是既然量缩需求变小 卖方就不得不降价求售 但这些可能还是要看地区 蛋黄区房价比较难降 蛋白区或是先前较有一体的区域 涨得多跌多也是正常 那今年房市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 包括买卖双方认知差距很大 买方认为应该房价要跌 卖方不愿降价 而政府政策房贷利率也提高 平均地权条例修正案通过后 对房市或多或少都有造成影响 但因不溯及既往 冲击也会少很多 平均地权条例限制司法人买房 也会打击到豪宅市场 专家就透露 以核库营来说 今年豪宅交易量就已经较2021年腰斩 今年以来核库营乘坐27件 每平单价200万以上的豪宅 有13件就是司法人买 以后司法人买房就要主管机关同意 可以预期豪宅市场势必受到影响 只是豪宅的价格相对稳定 房价不太容易大跌 如果今年没办法订业绩 因为不稳定 那是不是在今年要申请贷款的人 会比较好贷款 不是现在已经在升息了吗 但是他们信贷利率都超低的1.7 1.8 就跟房贷利率差不多了 所以现在是不是贷款不是太难贷 如果说银行的每年放贷 还有一定的比例 那一定的业绩要达成 如果说相较前面几年的这个房贷的这么多 突然下修了变少了 那他应该会转向到别的贷款去 那这是很正常的 那会不会很容易贷 有时候很难讲 你条件不好的不能贷的还是贷不出来 条件比较好的有机会的 你应该还是贷得出来了 所以这个贷款其实相对应的 他还是看条件啦 不过只是说在之前房地产热的时候 他更愿意给你房屋贷款嘛 因为毕竟有一个房屋抵押 对于银行来讲 他更爽啊更开心啊 但你一笔房贷 我可能就抵了好几笔信贷 再来就是他提到说 公股银行都觉得今年的房市变数多了 那只要银行他在判断 因为你只要真的有买卖 就是他银行大概都会知道 也就是说在这个年度 银行都认为房市的变数 他现在还抓不准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你自助客稍微观望一下 我觉得是可以的 是比较好的 这跟我们之前讲的也都一样啦 那不过就是什么时候该进场 我觉得还是要考虑一下 不要再房市了 就真的他有下修的时候 你该进场的时候 你不进场 不过整个台湾来讲 有些区域的地方 他的下跌会比较明显 有的可能就稍微保持一点点 有的比如说是过分炒作的话 他的价格下修 可能会让你觉得比较满意 但是我觉得也有些地方 就是你有感觉他下修 可是下修的幅度不明显 还是要看区域 整体的基调是会下修 没有错 但是下修的幅度其实不一定 如果你今天看的区域 真的是在比较精华的区域 或者说他未来前景 比较好的区域的话 其实讲实在话 他下修一点点 你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需求的话 你有时候忍得痛 你该进场 你还是得进场 因为我们也不希望 跟我们的听众讲说 就是永远看空 这样也不对啦 但也不是永远看多 目标当然是希望说 你在你可能相对应 比较好的时候你可以进场 前段时间不适合进场 是因为他房市一直在升 而且他的房价一直在涨 而且是妥妥的卖方市场 其实你没有太多的 讨论的空间嘛 但当他转向到 偏买方市场的时候 你可以跟他不管是溢价 或是争取要一点点东西 或是你多了一点的选择 可是这个时候 你也没办法期待说 他房价下很多 他可能微微的修正一些 这样的状况下 你该不该进场呢 一直有期待要买房的 我还是会建议你有的时候你可能要忍一下 你很难让这个房价跌回到 比如说两年前三年前的价格 已经是很难了 但是你说稍微下修个5%10% 也许在今年是有机会的 但可能在明年的表现会更好 他的下修幅度会稍微再高一点点 但是他的基调已经咬定 大概是在你目前 比如说你现在在这个区域 他的价格的大概8成左右 有可能他另外出的新案 会往外面拉一点点 那但是他的价格 可能还是会是在这个价格的8成左右 就我是说在明年最低最低的状况 甚至有可能在今年 如果说整个是软着陆的状况很好 我觉得还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的数据 甚至你还在九成的范围内 就可能要慢慢往上爬了 所以那个时间点 你还是必须得抓好了 但如果说房屋总价来看 你会觉得也降蛮多的 但是你还是会觉得比以前贵很多 真的是这样子 有时候你错过了那个时间点的话 他真的会有点这样子的状况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台湾的房地产的状况 他会涨一段时间 微微下修一段 可是他的基体一直被跌上去 这当然也关系到 不管是收入状况 或是这个物价的状况 你就会一直被跌上去 所以他的下修 没办法下修回3年前以上 比如说10年前的价格 其实是有难度 但如果说过度议题炒作的 那如果冷到一个程度的话 是有机会 如果说在明年2024年 我举个例子 像以前在讲清浦的时候 他有一段时间价格下修很多 那当时是有议题 价格先动了 然后炒得很高 可是工程跟这个建设 都还没有进来 还没有开始 那这样子 他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下修 那大家就去看 我不要点名了 大家去看最近在哪几个区域 因为某些很有趣 很热门的议题 就炒得很高很高 但是这个计划又被暂停的 那他就会下修的很明显 那你要给他一点时间 因为现在的最大的问题是 你卖压还没有出来 所以他下修的幅度 还不会很明显 一下拉下来 所以这就需要一点时间耐心 那就换个角度来讲了 那刚刚讲的 类似像这样的区域 在这样的状况下 他价格下跌了 你敢买吗? 你愿意买吗? 你有看好他的未来吗? 假设如果说他确定说 那我们不暂停了 我们要开始了 那可能那个时候房价又会往上拉一点点 那如果往上拉 这样子的状况 你是不是要早点下手 照理看起来应该是 但是那个时候你会怀疑吗? 会不会又暂停 我会不会又被套了 那这个因为市场的状况 就是一直会在变化吗? 不过像这样子的大幅下修 金额下修很多的 通常会是在热炒区域 然后但是他的规模跟建设还没有成型 就是他的愿景拉的比较远的 那大家就可以去看看这些区域了 那不过要不要下手 我觉得就看看自己如何决定 你对于那边的蜘蛛真的是可以满足你吗? 或者你对于那边的投资 长远来看是符合你的期待的吗? 这个要自己下去做一下功课了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了 好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防老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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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